台南赤坎楼新建于明朝永历七年 西元1653年 最早是由荷兰人所建作为防卫的基地 名为普罗明浙城 现今文昌阁台基下 仍保有其城门以及冷宝的残疾 而后郑成功来台 曾占住赤坎楼长达九个月 清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变 清将福康安率军来台镇压 市平 乾隆赤金宫玉碑九座 限制于海神庙台基南策 赤坎楼的碧系玉碑碑 是全台最为壮观 也是最具特色的石碑群 现存的赤坎楼 以文昌阁与海神庙为其建筑主体 均为清光绪年间所建 建筑外观是华类的歇山虫岩顶 屋顶眼角极长 向外的起跳弧度相当优美 尾端鲤鱼翻越的早饰 口涂水波 卷卷外涌 构成一幅生动活泼的图像 建筑内部则陈列了赤坎楼始略及文物 诉说了赤坎楼在台湾辉煌的历史与精神